大家好 我是福寇 最近幾個禮拜都可以在各家新聞媒體看到 那從8月1號聚集就查獲了30件30人 至少是60面以上 查詢車牌資料 這台車該是灰色 但眼前這台怎麼看都是紅色 顏色不一樣就連車牌都很奇怪 多了一圈邊框 馬上抓包是假車牌 警察拿出工具拆下這塊6666車牌 不仔細看很難發現 這根本是一塊假車牌 國道警察發現這輛車掛著假牌上路 立刻藍查 要知道駕駛者懸掛假車牌的車輛 除了違反處罰條例第12條第一項第三款 不問車種都是開罰10800元 除此之外還有刑法212條 未造特種文書罪 可即便如此 還是有如此大量的假車牌在道路上横行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 為什麼台灣的假車牌這麼氾濫 首先人只要不是存到一個嚴重的程度 基本上都知道使用假車牌 不只是違反交通規則 還違反刑法 未造特種文書罪 這點在裁決書查詢 輸入關鍵字假車牌就可以看到 絕大多數的假車牌使用者 都是在第一時間就坦承犯行 像是台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檢制第944號刑事判決 被告就是在警察藍查時還沒查車牌之前 就向警察自首使用假車牌 很明顯就是知道本身違法 但還是使用假車牌上路 那為什麼明明知道違規違法 卻還是要以身釋法呢? 會這麼做一定是有利可圖的對吧? 就像詐騙集團為什麼會願意犯險行騙 就是因為詐騙行程度低 與詐騙得手的報酬相比 投資報酬率高到讓人願意嘗試 畢竟賺塊錢的方式都寫在刑法裡面了嘛 那使用假車牌所帶來的效益 真的有比最高一年以下有期圖刑 以及罰緩10800元還要來的有價值嗎? 我們先看看使用假車牌以外的方式 讓自己真正的牌號無法被識別的其他方式 方法有戴口罩、夾抹布、鐵膠袋、沾泥土、遮排器、撬牌、 AB車牌、折彎、剪斷車牌 以及直接不裝車牌上路 其中最便宜的就屬沾泥土莫屬了 處罰條例第14條2項2款 牌號誤會 不洗刷清楚或為他誤折臂 飛行車途中應遇雨、雪、道路泥泥所致 山上泥土折臂車牌 不只享有假車牌同等級的無敵星星 還只需要付出極低的罰緩600元 甚至不需要承擔未造特種文書的罪責 而且只要警察認為是因為雨、雪、道路泥泥所致 便罰單都不會開給你 其他的像是戴口罩、夾抹布、貼膠袋、折排器 這種沒有更動車牌完整性與安裝位置 而使不能辨認其牌號的方式 或是折彎車牌、剪斷車牌 這類破壞牌照的方式 都是違反處罰條例第13條 雖然沒有12條的10800那麼重 但也是有3000元的罰緩 並且這些方式還得要你有原本的正牌牌照 如果已經被扣牌的車主 是無法使用這些方式的 而且不得不說 用這種方式上路非常顯眼 不只是警察 連民眾在路上看到都會特別注意你 不過如果你只是想要引人注目 不需要貼東西在車牌上 8月23日跟25日 位在花博甄宴館舉辦的開拓動漫季FF43 我跟惠斯、躲龜龜會一起擺攤販販售商品 我將會販售各種各樣的防水車貼 除了有告知B車駕駛 本車備有辣椒水 還有提醒違規駕駛 當心鏡頭過敏症 最重要的是還有提醒湯人 內有台灣駕駛 以及摸了就逮捕的爆傘燈車貼 8月23日在G08與G07攤位 8月25日在J31攤位 歡迎到場支持購買貼紙 也歡迎關注躲龜龜的創作 貼紙僅供張貼於遮蔽拍照以外之處所 並且任意張貼貼紙在他人交通工具上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若要將內有台灣駕駛或違規成癮證 貼在合適的人車上 請先取得對方的同意 俏牌跟直接不裝車牌 罰得有比假車牌的10800便宜 而且還沒有偽造特種文書罪的問題 但就這樣上路也是非常顯眼 簡直在跟警察說來抓我啊 而且這些違規太陽在被抓到的時候 都會直接吊銷牌照 必須等待半年之後才能重新驗車領牌 AB車牌雖然沒有特別顯眼 但你得準備兩台可以交換牌照的車輛 並且一台被抓兩台遭殃 成本直接兩倍跳並不是那麼划算 分析了所有讓自己真正的牌號 無法被識別的方式可以發現 使用假車牌被抓到明明是成本最高 還要負擔刑事責任的事情 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選擇使用假車牌呢? 就是因為這個成本只有在被抓到的時候才會產生 在被抓到之前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成本 油門一敗喊多了慶菜 甚至在路上與他車競速 只要沒被抓到就完全不用擔心 會被民眾檢舉、被警方進行舉發 或是利用監視器開罰 而且最重要的是與其他折牌方式相比 懸掛假車牌只要製作品質不是太差 根本就看不出來 幾乎只有在違反其他交通規則 遭到警方藍庭取締的時候才會被抓 這也就是為什麼多數判決都是被告在 遭到警方藍庭的時候 就主動告知使用的是假車牌 絕對不是什麼良心發現想要借機改過自新 而是早就知道被警察藍庭就會破功 主動自首還能換取輕判 並且刑法212條的量刑 雖然寫的是一年以下 但實際在判刑的時候 多半落在30-50天 一顆罰金也就3萬-5萬元 算上處罰條例12條的10800 也就區區6萬元的成本 一次最嚴重的超速罰單就要3萬6千元 兩次就回本了 路上看人不爽逼他車 或是到他前面故意殺停 罰還也是2萬4千元 累犯3萬6千元 與裝甲車牌的成本相比 只要不是特別衰 怎麼想怎麼划算 更別說有些人是不知道 除了處罰條例12條以外 還有刑法212條的問題 不以為只有10800元的低廉成本 那更是巨大的吸引力 違規停車18次 或是並排停車5次就直接回本 另外就是一些 已經遭受掉扣牌照處分的車輛 在這6個月期間無法使用該車 而產生的額外開支 不管是租用車輛6個月 或是搭乘出租車 所花費的金錢也都遠大於算上一顆罰金的6萬元成本 搭乘大眾運輸則是會增加龐大的時間成本 與這些成本相比 每被抓到等於免費 被抓到才需要繳交6萬元的成本 簡直不要太便宜 總結來說 台灣假車牌會如此泛濫的原因 不外乎就是想要為所欲為的 無視交通規則 在路上霸道橫行 在充滿違規陷阱的交通環境下 用幾乎零成本的風險 去規避交通違規所帶來的罰還 亦或是車牌早已遭到吊扣 但不願意負擔昂貴的替代成本 而選擇懸掛假車牌 不過再怎麼樣想要避免收到違規罰單 該做的是遵守交通規則 而不是用違規來規避罰還 另外還有像是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中檢至第2767號刑事判決之間 為了在公路競速而懸掛假車牌 違規違法的成本實在太便宜了 被抓到罰個錢就沒事了 車子也不會被壓掉 而且也只是當下禁止其行駛 車子脫掉運回宅 掛上新的假車牌 繼續違規上路來 直到下次再被帶 永遠不愁每車開 這樣便宜的處罰 簡直在跟乖乖等牌照發還的駕駛人說 你們這些呆子 而鄰近的國家日本 在選掛假車牌的行為上 罰則則是最高3年監禁 與最高100萬日元罰款 兩者可以同時併罰 與台灣的有期徒刑 30-50天 一顆罰金一日以前相比 日本除了最高3年的自由 還有高達22萬台幣的罰款 假設這3年的監禁 可以用台灣的一顆罰金替代 那就是最高1315000元的罰金 與台灣的總成本6萬元相比高達將近22倍 同樣的情形也有發生在酒駕跟肇事逃逸的場合 當駕駛酒後駕車發生交通事故 駕駛人要面臨的是酒後駕車 只不能安全駕駛 甚至是自人死傷的刑事責任 而肇事逃逸的話 只要逃到酒退再到警局自首 不只有千百種理由可以主張 沒人知道有發生車禍 酒退了也淹不出來 車禍當下到底有沒有酒駕 幸運的話還可以直接罪證不足不起訴 就算遭到起訴 也能依照自首規定減輕其行 而這一切的重點就是罰則制定 必須注意危害的輕重還擊 如果危害更重的行為 卻能有較輕的懲罰 那將會又使更多的人 選擇危害更重的方式來施行 最後有一個問題想問問大家 明明違反規則而需要受罰的 是駕駛車輛的駕駛人 但為什麼掉扣的不是駕照 而是拍照呢?